大家好,我是Jex,欢迎来到JK投资频道 这集比较特别一点,就来介绍美股的ETF 等下会介绍几个不错的ETF,还有初级和中级的投资法 ETF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工具,可以一次投资一篮子的股票 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去做选择,又可以分散风险 其实,ETF在美国投资界一直是热门的话题 别小看ETF,一年翻倍的ETF并不少见 尤其是去年的ARKETF,又称翻周ETF,总共有5只ETF回酬率达到100%以上 Catherine Wood从此被封上了女股神的称号 而进入2021年,BRDYETF一个季度的回酬率就达到了119.74% 首先,什么是ETF? ETF英文是ExchangeTrack Fund,中文是交易所交易基金 能够在证券账户里买卖,交易方法就和我们买卖股票没有差别 ETF可分为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 绝大多数的ETF都是跟踪指数的被动型ETF 管理人根据指数成分股的权重和调仓规则,复制指数的仓位配置 例如QQQ就是跟踪NASDAX100指数的ETF,而主动型ETF是由基金经理主动管理的 基金经理可以根据自己的策略,偏离对标基者指数的持仓 ETF是有管理费的,大部分年度管理费是在0.3%以下 由于基金管理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 因此主动型的ETF,管理费一般要高于被动型的ETF 例如ARKK是0.75%,而QQQ则是0.2% ETF另一个优势是能够有效且透明的跟踪指数 对于普通投资者或是新手投资者 如果你看好某一个行业,又不想投入太多的精力去研究股票 那投资ETF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美国市场有2200多的ETF,有各种各样的ETF做选择 例如大宗商品ETF,货币ETF,债券型ETF,股票ETF等等 而股票的ETF又是最受欢迎的 在大家稍微了解ETF后,开始来介绍一些不错的ETF 没有提到的也有不少好料 首先要说的是VOO和SPY 他们都是投资标普500成分股 先说VOO,它的总资产是7313亿美元 它投资涉及的行业,以占比最高来排是科技,金融,卫生保健,消费,通讯等等 而投资持有的10大股票,就有我们熟悉的Apple,Microsoft,Amazon,Facebook,Alphabet,Tesla等等 就算你没有拥有或用过,也肯定听过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 自2010年这个ETF成立,年回报率是15.74% 如果觉得这个回报率太低,那不妨想想 我们在股市里,赚得快,去得也快 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翻倍,市场忽然翻脸 赚的都赔去了,还可能倒贴 这是比较适合新手和那些上班族没有时间去盯盘的投资者买入的ETF 买入ETF是会有系统性风险 就例如2018年的贸易战,2020年的COVID-19事件 或是2021年长期利率开始上升 单单在2020年就回落了31.8% 那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加码 因为美国的股市是长年向上的 一直会有世界各国,各个机构,各个赏户的进入 ETF是比较不用顾及各股风险的 如果一直股票变质了,例如财务造假 或开始失去竞争力,它也不会对组合有太大的影响 同时它的年度费用相对便宜,只有0.03% 而且又有分红,最新四个季度,分红大概是5.39美元 年股息率是1.45% 而SPY基本上和VOO差不多,总资产比较小 年度费用在0.09% 持有的股票,板块和SPY大同效益 上面两款的ETF都是适合新手定期投资的 每个月或每几个月买入一点点 如果有系统性风险时,又可以大大的买入来拉低平均价 慢慢的10年就可以累积不少的财富 至于有一定基础的投资知识,就可以来看看终极的投资法 想要在投资上更上一层楼,合理的资产分配才是重点 对于既想争取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机会 又不想太激进的投资者 可以把可投资基金分为两个部分 大的部分投资核心资产,小的部分投资卫星资产 这种资产配置策略分为核心卫星策略 通过构建ETF组合,以市场指数ETF获取平均收益 再补以行业ETF,风格ETF等捕捉结构性机会来增强组合的收益 核心资产是长期投资的,收益稳定 而卫星是需要主动管理,短期具有爆发力,灵活性高的 核心卫星策略有三大优势 第一,确定性高,第二,灵活性强,第三,个性化 那如何操作呢? 首先,核心和卫星不要买到高度重叠板块的ETF 例如QQQ和ARKK QQQ是科技成分比较高的ETF 而ARKK几乎都是科技型的ETF 核心可以选择VOO、SPY、VTI、DJI这类型的ETF 而卫星就可以选择不同行业或风格的ETF 这样就不会发生同胀同跌的情况 卫星ETF个人叫看好的行业有基建、银行和科技 例如拜登要推出的基建计划 近年来应该都会围绕着这个主题 可以参考PAVE 银行业的复苏倒是可以参考SLF 科技业可以看看两个不同的领域 一个是半导体的SOXX 还有一个是颠覆式创新的ARKK 选择SOXX是由于以后的世界都会是科技化 而科技需要的是芯片 SOXX就覆盖了整条供应链 而且这个行业是有非常大的护生盒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复制的 ARKK则是投资大多是颠覆式创新的公司 这些公司现在大多数可能还不赚钱 例如Tesla的电动车和自动驾驶 远程医疗平台的Teladoc 流媒体电视平台的Roku 移动支付公司的Square 到Shopify、Zoom、Zillow、Coinbase、Unity等等 这些公司都是非常有潜在能力颠覆整个市场的 或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改变了生活的模式 就如十多年前的Apple、Facebook 到近几年的Netflix等等 正一步步走入我们的生活 对于核心和卫星的比例 如果你是能够承受风险能力较高的投资者 那是可以降低核心比例 选择较高风险的ETF做核心 反之亦然 老坏一句 没有最好的 只有适不适合你的ETF 在看完过后 有没有更了解ETF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最后还没订阅的观众 欢迎订阅哦 在此声明 投资有风险 入市区谨慎 这里介绍不构成任何的买卖建议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来自此消息 收納费 《个人》